科斯塔居然真的出现在了八角龙 不可思议 进龙子之前特意观察了一下他的胳膊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感觉好像没有以前围度那么大了 重量级以下第一大粗胳膊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 体型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庞大了 哥们彻底自律起来了 很多人对科斯塔有两个误区 以为他经常超重 其实他的减重天赋爆表 只有打威托里那一次是摆烂不减重 直接干到了205磅 剩下的每一场比赛 他减到185都非常轻松 脱水达人 还有就是之前的视频介绍过 说他是一个伪KO专家 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是TKO 科斯塔的第一招居然是使了个刺拳 他居然会用刺拳了 速度还非常快 看来他看到了本频道的点评 痛定思痛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勤学苦练 终于学会了潜入刺拳 他的速度能这么快 看来胳膊是真的变细了 这是两只胳膊做了抽鸡手术 这个高扫的速度也很快 非常冷 步伐也特别快 非常有弹性 前刺前摆衔接的也是异常丝滑 他的小短胳膊居然能在中距离命中刺拳 进步 实在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后腿的高扫也是说上头就上头 他居然从人形轮摆器 进化成为了人形发泡器 不过五星最不怕的就是打技术 如果科斯塔开局来个蛮牛冲撞 没准就把五星给撞晕了 单纯的打技术 除了那个比五星个子高很多的黑龙 这种瘦竹杆 五星打不进去 剩下的只要身体条件相近 五星打技术是不怂任何人的 虽然他的鼻子已经被几个刺拳打红了 但是五星也在偷偷的扫了七八腿卡夫踢 每一腿都非常重 科斯塔塞到了一个后手拳 他也像大地一样开嘲讽 马上就被五星连续三个摆拳拍到了脸上 科斯塔前段时间不是直发了吗 怎么头发又掉光了 他现在是常驻在英国吗 他的技术又是进化了 这怎么就只剩一手刺拳了 那轮白怎么不放出来 每次命中一个刺拳都会被五星双倍反击 打击效果还更明显 科斯塔的右手拳一次不出 中扫也变没了 以前他那左摆右摆 就跟不要钱的馒头似的 一踢一踢往外扔 左扫右扫就跟免费的利公杂轮胎似的 一腿一腿往外扔 可是现在就只剩下个左手刺拳和前摆迎击了 他还玩上一击必杀了 这是想要打破自己全是TKO的战绩 来一个一击KO 每次被打中以后都露出一脸的傻笑 想用愚蠢来感化对手手下留情 截止第一回合的4分53秒之内 五星还是占优的 不管是头部的点数 还是低扫的杀伤性 五星的低扫不是大地那种鞭腿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在第一回合还剩7秒的时候 科斯塔出了一个转身后摆 五星本来已经看到了 他做出的防御姿态是右手举高加身体后撤 结果后撤没到位 手举的也不够高 正好撞到了科斯塔这一脚的发力末尾阶段 幸好科斯塔这一脚的功夫也不到位 是用脚背的外侧拍到的 如果像腿王一样 进入神度水眠了 五星被拍的又跳起了舞 每次五星被打晃都会这样跳舞 出现过好多次了 科斯塔冲上去补拳 第一拳没打到 第二拳这么猛 看着都吓人 打到五星头上居然没什么反应 科斯塔的拳值怎么变得这么差了 第三拳第四拳也打空了 一共补了四拳 空了三拳 命中率太低了 第一回合应该判给谁呢 如果按照前面4分53秒的局势来看 应该判给五星 可是最后六秒钟 五星被打的跳起了舞 你们觉得应该判给谁啊 感觉判平挺合适 因为前面都是五星的 最后几秒钟虽然被打晃了 但是他没有被击倒 也没有被砸击 接近终结 五星仅仅是被打晃了 所以第一回合感觉判个平局挺合适 科斯塔以前的拳头慢 就是因为胳膊太粗了 阻力太大 必然带来的速度下降 他以前打拳的方式更像是挥出去的 没有拳击那种穿透感 现在虽然胳膊细了一点 但是他打拳的方式已经用了这么多年 还是很难在重拳突破质的改变 大帝的拳头打的是很快 但是他的KO率也很低 因为他的拳头出的快 回收的更快 他的拳大部分都是带着闪躲和后撤 他的拳头进程还没打完呢 大帝就已经开始后撤了 所以他挨到的拳特别少 这么打拳确实是比较安全 但也造成了KO率的下降 没有最完美的打法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打法 五星第二回合并没有受到刚才那一脚的影响 进攻还更猛了 砍腿也更凶了 还是像当年那个跟九星干账的少年一样 不要怂就是干 把科斯塔刚提成的信心又给打压下去了 人形轮摆器启动失败 挡住了科斯塔的高扫 立马还了一个更加快速的高扫 给科斯塔上上四脚克 一个脚巴掌扇到科斯塔的脸上 科斯塔的反应越大越证明他很难受 舌头伸出来这么老长 想要恶心的对手无法继续进攻 好下流的招数 五星的打法也是刀架上跳舞 除了像剑克一样的快速突进 就是在对攻中快速反击 太迟反应速度了 打着打着科斯塔又犯规了 一个大拇指直接戳进眼睛里去了 他还是像以往一样露出了智障的表情 表现出一脸无辜 反倒是被插眼的五星 身影看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这不是江湖失传已久的黑球的绝技 拇指插眼吗 握着拳用大拇指插眼 在裁判的角度还看不到 有些裁判看到握成拳 就认为是拳头打的 不会终止比赛 火警就吃了这个亏 被黑球KO了 五星继续很努力的在打爆科斯塔的头 虽然科斯塔的头卸顶 但是他的抗击打却没有下降 好几年没打比赛保养的非常好 不过看到挨揍还是挺过瘾的 科斯塔被揍的又开始挑衅 记住他挑衅的越夸张 证明他被打的越疼 他不光头部抗击打保养的很好 腿也变得更强壮了 之前黑龙扫了他一个回合 他的腿就受不了了 现在他被扫了两个回合 居然还没有怎么受影响 第二回合还上几秒钟的时候 五星这次赶紧聚精会神 睁着大眼睛死死的盯着对手 不给对手机会了 这个表情有点惨又有点好笑 第三回合一上来 科斯塔气势汹汹的 还以为他终于要化身人形轮摆棋了 结果是雷声大有点小 还是在跟五星打单机 也有可能是他的腿已经被扫伤了 所以没有办法变身吧 毕竟那一腿又一腿砍的是真实在 第三回合的节奏跟第二回合差不多 还是五星的前直后直 加上大量的砍腿 命中率非常高 科斯塔打不出优势 就道德绑架 让人家在原地跟他聘拳 他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实在是太多了 谁会傻到优势的情况下 站着给你打呀 这种行为很浪费时间 五星打的也保守了一些 没有第二回合拼的那么猛 毕竟第二回合是往回追 现在只需要守住势头 比赛结果两个裁判29比28 一个裁判30比27 五星一致判定胜 看来前面两个裁判 第一回合都给科斯塔了 最后一个裁判是三个回合都没有给科斯塔 个人感觉应该是29比27 五星胜比较合适 科斯塔的技术进化了 结果还不如不进化了 打五星就得像大犀牛似的乱拳大刺老师傅 直接开肉毯冲撞 结果科斯塔还打上技术了 被克制的死死的 纯纯反向进化呀 挺可惜的 他如果跟别人打一打这种节奏 没准还能赢 结果偏偏遇上了最克制他的五星 五星这场比赛居然一次都没有踹膝盖 他之前跟罗美罗二番战想报仇 踹了罗美罗最少50多脚 想把罗美罗的膝盖也踹断 结果罗美罗一点事都没有 现在五星居然一脚都不踹科斯塔 很双标 五星虽然赢了这场比赛 但感觉受的伤太重了 他被击倒过太多次了 下巴的裂痕实在是难以缝合 虽然他才33岁 但是感觉已经可以转型 做点其他事情了 他已经没什么好证明的了 已经拿到过正式冠军了 丢掉冠军以后 打的也一直都是前十选手 他的实力就是冠军级别 五星确实是已经将近7年 没有终结过对手了 主要是他的对手们 全是肌肉怪物 动物园里穿出来的怪兽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聚满了 五星一个普通人类 徒手搏斗 实在是难以将这些怪兽打爆 能靠技术赢下他们 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对了上期的视频忘了说一嘴 大地可千万不要立刻二反战 之前讲过羽量级的老传统 就是每一位冠军 都会被同一个人连续击败两次 跟重量级的三次未免魔咒一样 想要打破实在是太难了 还有天佑 很多人说这回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本来也非常看好他 毕竟他才32岁 拳击技术和抗击打 都是最顶的一匹 再加上他还持续进化了自己的技术 现在反架风筝能力也是强的一匹 身高还高了那么多 他打托布利亚 比大地的容错率高得太多了 结果他居然跑去打盖琪 这么一场毫无意义的比赛 要是被一拳KO了倒也还好 少受点罪 关键天佑那个下巴 就不允许他一拳被KO 打满五回合太伤了 那大聪明瞅这人处无害的 下手是真的黑啊 往死里航 把人往废了揍啊 突然没来由的跟他干一场 实在是没有意义 即使赢了 大概率还是惨胜啊 除非像奥利维拉似的 不到一回合把盖琪给降服 当然几率太低了 奥利维拉那个柔数 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练成的呀 总之这场比赛对天佑来说 输赢都亏呀 不知道你们期待不期待这场比赛 这位网友的点评真有才 评价的很精准 等天佑跟盖琪打完 再来打托布利亚 不会一推就倒吧 还有UFC300的头条主赛 希尔的咖位实在是太小了 粉丝数还没有佩利拉的零头多呢 感觉换上黑球上去打 都比希尔有看点 大拿手下属实是没有大将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 幸好大拿没有安排 滑子和大眼在UFC300打头条主赛 不然那将是一场噩梦啊